今天买了多少个 20 20个是买的给家里人买的还是给朋友买的 我家里面带的 我们山西的 专门跑过来吃这个 嗯 陈女 咱这一锅能做多少个饼啊 一锅30个 一锅30个啊 对 那样时间就出锅 大概就是个十二三分钟 十二三分钟 嗯 那咱们一天能卖多少个饼 嗯 一天就是平均值就是一千 一千哪个吧 一千多个 一千多个的 嗯 对 一个两块 料油 还是就这个肉的卖的是最好的 嗯 这种是挤咱面 不过你看这是比较普通 它都有秘方 全部都是咱自己研制的秘方 大姐 你这一个皮子能干多长呀 我看好长呀 嗯 大概就是个七八十厘米吧 咱这火烧两块钱一个 你就放这么多招啊 嗯 咱主要是经济社会 一千 阿姨 你买了多少个火烧 嗯 买了一百块钱的 一百块钱的 五十个啊 嗯 你是给朋友带还是往外地带 往外地带的 我看咱家火烧就是供不用求 往外带的人也多的哈 给朋友了 其朋友少点比较多一点 美女 在这不用擀 直接一压就可以了 一压就可以了 那不怕把肉馅压漏馅呀 不会 它捐在那时候都给它捐里头的 嗯 有那个巧劲是吧 大家好 我是老白 今天呢 咱们走到了咱们河南的盐金县 然后经网友推荐 还有在当地人给推荐了一家 卫生路上的一个三一千层小火烧 然后来看了一下对我这种喜欢吃 这种皮包裹着馅的人是特别的诱惑啊 给大家掰开看一下 我吃了一个肉馅 就是他们家卖的最好的 这一拨就掉渣渣 刚才拍的时候就忍不住在它那个 放那个控油的地方食这个渣渣吃 可酥可好吃 刚才光吃外边这个渣渣就感觉特别的酥脆 然后咬到里面肉馅的第一感觉就是感觉这个 里面真的是鲜嫩多汁 咬第一口的时候那个肉充斥着 就是咬下去一口全是肉香 嚼到这个肉馅更香了 里面特别软和 你看咬到里面的时候就没有那种咯子咯子的 但是里面特别的鲜嫩多汁 软和包裹这种肉馅特别香 刚才有顾客说外边脆里边软我还不信 然后咬到第一口真的是这种感觉 大姐今天来买几个 五个 五个啊 你经常来他家买还是 是的 老顾客了 你觉得他家味道咋样 其实不过肉馅都买得非常的脆 有三家店都是安家的店 刚才他订了50多个 让我赖了没有 也就是从那个店给他调来几十个吧 这个店没有了 不是经常来买 因为在外地的 但是老家特色 就是一回来就要来买 对对对 每次回来一定要买 老白今天来到的是我们河南的盐金县 然后在这边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小火烧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